Hello everyone,Hi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结构自然拼读,我是兰迪老师 咱们今天聊一聊同学们背单词比较头疼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好不容易背会了一个watch 考试的时候考你复数加s还是es 我们反反复复记住了一个单词go 考试考过去时它不加ed却要变成了went 同学们头疼的这些现象通通叫语法词尾的变形 那什么是语法词尾呀 就是复数的时候要加s,三单的时候要加s 有时候呢还需要加es 过去是也会加ed对不对 那它们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呢 同学们我们在学的时候啊 大多数同学只能靠死记硬背 而且背了前面的后面就忘了 那咱们这节课呀是希望能够解开你对语法词尾的困惑 好了既然要学语法词尾的结构 咱们先要了解单词的完整结构吧 在Lennie看来啊 单词的结构它分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 哎呀同学们懵了 说单词就是单词呗 还分什么结构啊 同学们来看一下 单词的内部结构啊 就是我们之前所学的音节呀 圆音啊 辅音啊 它其实是拼读的内容 那单词的外部结构 咱就涉及到语法词尾了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单词的内部结构 也就是拼读的概念 单词构成乃音节 音节构成乃圆辅 一个原因一音节 两个原因两音节 三个原因三音节 等等以词类推 那我们的构词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在单词的后面 加上s加上ed或者是ing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是跟语法词有关 Lennie同样送你一个学习的顺口溜 单词结构分内外 内部外部结结构 内部结构叫拼读 外部结构叫构词 s-e-d-i-n-g 直加改加不规则 其实同学们 最后两句我已经道出了构词的秘密 那下面我们就分别解释一下 什么叫直加 什么叫改加 什么又叫不规则 那我们首先还是要来理清一下 咱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 经常遇到的语法词 什么叫语法词呢 就是涉及到复书啊 第三人称单诗啊 过去是啊 等等这样的词 就叫语法词啊 那语法词都有谁呀 就是那三个人呗 s-e-d-i-n-g 那他们在单词上面啊 规则有三条 直接加改改加 还有一种叫不规则 那这三个法则里面啊 直接加咱们就不用说了 比如说talk 我在讲话 I talk 小明在讲话 小明talks 这个s直接加在动词的后面 那再比如说pen 比一只pen 两只pens 那也是直接加s 这部分直接加 大部分同学啊 没有疑问 我们只需要多加练习 记住它 那还有不规则 它毕竟也是少数 只需要我们单独去积累记忆 最麻烦的叫改改加 改来改去的 同学们是不是都改懵了 咱们就来看看改改加 这一部分的疑难杂症 第一个叫去意加 那去意加什么呢 通常是加ed啊 或者是ing 为什么我们要去意呢 因为之前我们学过的 词尾魔力意 它是不是不发音啊 那比如下面这个单词 bake 如果是过去式 我们就把意去掉 再加上ed baked 如果是ing呢 就把意去掉 加ing 读baking 有的老师会说 词尾意 我们就直接加上d就好了 这样一会儿加d 一会儿加ed 会让同学们更懵圈 所以咱们同学们 就记住一个规则 动词变过去式 咱们只需要加ed 没有意的 只加ed 有意的把意去掉 加上ed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 末尾不发音的意 要去掉 再加上ed 或者ing 那我们做一个逆向的思维 如果我不去 会有什么影响呢 比如我们还是看bake这个单词 咱们如果不去意 直接加上ed 会是什么效果呢 那这个单词是不是就变成了两个原因 原因A和原因组合意 那它的读音是不是就变成了bakeed 所以说如果这个意不去掉 是不是又累赘又不简约 最重要的是发音都改变了 那是万万不可以的 所以啊 末尾不发音的意 咱们就一定要把它干掉 因为英语还要追求拼写上的简约 咱们同学们建议大家 梳理总结课本中 砍有更多的结尾意不发音的单词 希望大家现在再看见这些单词 你就有更清晰的印象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再看下一个 疑难杂症 双写加 双写加什么 还是加ed和ing啊 但是它为什么要双写呢 通常是指闭音节的单词 咱们要保证原音还是发短音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stop 这个stop 你看看原音后面 它是不是有一个辅音 所以原音o 它要发短音o 那当后面做语法变形的时候 它就需要双写这个p 再加ed或者ing 同学们 如果我们来逆向思维一下 如果我不双写 直接加ing呢 咱们同学们发现这个单词就变成了两个原音o和i 那两个音节咱们需要切一下 切开之后 同学们看看o字母后面是不是没有辅音了 它从闭音节变成了开音节 发音就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stopping 那发音改变了 这个单词就变了 所以避音节 单词一定要双写 它是为了保证前面的一节还是短音 同学们记住一个原则 英语中的拼写 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词法变形 它的发音一定要稳定 希望同学们此刻可以理解 为什么有的单词一定要双写 才能够变形加ed或者是ing了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疑难杂症三 是加es 我们很多同学知道 名词复数咱们要加s 动词三单要加s 但是有时候它又要变成es 那都是哪些词要变呢 我把这些词的规律 全部都总结下来了 咱们就一起看一看 这些要加s的单词 在发音上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咱们仔细听 这每一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声音 bus s box x rush sh catch sh 同学们 你听出来这四个单词的尾音的共同点了吗 没错 它们的末尾发音都是非常的接近这个 f f 那如果你再加上一个s 我给大家打一个比喻 马路上有一辆bus 有两辆bus 那你怎么能听得清呢 是吧 既然这个语法词的变形 跟我单词本身的发音太近了 那我为了区别就增加一个音节 咱们同学们不是说一个原音一音节吗 那我加一个es不就增加了一个音节吗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让我的表达更加清晰 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会说s x ch sh后面加es 但是很多同学都不理解 但是Landy老师一语道破天机 为什么要在这四个结构后面加es 就是因为他们的发音都是跟s接近的 是不是 当我们从发音的角度去理解单词的变形 而不是死记音背 同学们 这样你是不是学英语又多了一点点快乐呢 学完es的规则之后 大家一定要去整理学校课本中 含有这四种发音结构的单词 名词动词都可以整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是从发音 从音节的角度去解决的 所以名词动词本质上 是不是都是单词呀 都符合这个规则 那好了 接下来出场了 这个疑难杂症啊 叫改Y为I 再加es 好吧 这个难题呀 难到了很多孩子 那我们来看看Landy的方法 可不可以一招制敌呢 首先Y它在什么时候需要改呢 我想问问大家 这个单词 day 一天是one day 两天是two days 为什么它就不需要改呀 因为这个Y在这里 它不是单独的原因 而是原因组合 AY 所以它不用改 要改的都是在词尾的 单独一个Y字母 好 我带大家来看第一个单词 candy 那它变复述就需要改Y为I 再加es 变成candy 再比如说fly 要把Y改I 再加es 那咱们看看这两个单词中的Y 都是单独的原因 对吧 那我们再来逆向思维 如果我不改 直接加es 是什么效果呢 比如说fly 我后面加es 同学们 你说这词怎么读啊 首先 Y后面有原因 Y字几个就变成了辅音了 那这个单词就变成了fly 这个谁能听得懂啊 咱们记住 单词的变形 首先要保证原音辅音 它是一致的 还要确保它的发音不要变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Y改成I 还要确保它是原音的发音 同学们 咱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好 那我带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Y在词尾 它什么时候要改 什么时候又不用改呢 当它是单独原音的时候 就一定要改 那它什么时候不用改呢 就是当Y和其他原因成为组合的时候 直接加es 就可以了 咱们今天这节课最后一个出场的疑难杂症 就是把F或者FE变成V再加上es 那其实啊 如果前面的两个规则 咱们同学们理解了 这一个规则也会迎刃而解 你来听听这几个单词哦 Life Knife Self 它们结尾的F和S 都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不振动声带 原音前面两个声音都不振动声带 在英语的发音里面 是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不振动声带 就表达不清晰啊 比如说 Life Knife Self 是不是都听不清我在说的是一个呀 还是两个呀 好 那所以呢 把这个F改成V的振动 变成Lives Knives Self 这样是不是就表达清晰了呢 所以这个变形跟我们的S的变形 本质上是一个道理 都是为了表达清晰 所以这个F变复数的时候 改成V 大家能够理解这样的现象吗 先理解 再记忆 从此不会再忘记 所以今天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所有讲的语法词 它们变形背后都有几个原则 第一 一定要表达清晰 第二 拼写简约 那么第三个呢 原辅音 它要一致 咱们不能把原因的Y加了ED 就变成了辅音了 对不对 好了 咱们本节课的知识点 信息量比较多 所以建议同学们 多看上几遍啊 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非常颠覆 但是 还是一个原则 不管它怎么变 我们都要从发音的角度 去理解单词的变形 理解发音之后 咱们会觉得 单词的变形 从此再也不用死记硬背了 本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see you next time and see you next time